牛肉炒饭这个做法也很流行 在港式餐厅也是比较多见的 做法也很简单 准备白米饭一斤 一斤就是一份的量 在餐厅经常吃到的炒饭啊炒粉啊 点一份 它的量就是一斤 再加其他配料下去炒 煮牛肉锅顺 生菜丝 葱花 这时切好之后 就把牛肉腌一下 半汤勺 炒油 少许糖 少许清油 现在就把它拌一下 拌均匀之后 就再用 准备两个鸡蛋 打散 好了 这些料都备好了 就准备开始炒饭 满干净锅 放两汤勺花生油 就下牛肉爆一下 爆五成熟 再下把牛肉放下去炒 操作跟原豆炒饭都差不多 或是打散翻炒 但是口味就不一样 生炒牛肉饭是牛肉酱油的香味 打散炒肉之后就可以放鸡蛋下去一起炒 鸡蛋要慢慢的放 肉淋在米饭的表面上又均匀 最后米饭才炒得漂亮 继续大火翻炒 炒散炒肉炒炒看 炒到七八十六对口味调味 甜半勺 鸡蛋一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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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炒一勺 炒一勺 也可以加点胡椒粉 蒸香 大火翻炒 炒得越烫越好 就越有锅气 就越好吃 放生菜丝 翻炒均匀 生菜丝不要炒得太久 炒太久的话就没有口感 再放一汤勺 海天酱油真香 放海天酱油 就是它的味道不是很咸 炒菜的话比较生涼 最后放入葱花 炒烫炒香 好了炒得够火气就起锅 米饭炒得一粒一粒的 口感松散 鲜香 米饭跟牛肉搭配 感觉有点家常的味 和家的味道 我说的尝试里 我默默守护你 我会天酱油 放入豪油 下饭 再加点印度生油 小饭去 大用 打笨蛋两个 把锅脱干净 下两勺印度生油 爆香天酱油 哈 爆香天酱油 鱼肉 拔米饭 炒肉炒香 炒香 炒香 鱼肉跟拔米饭炒出来的效果 是香喷喷的 最好我倒吃一遍 吃了网上会吃不饺 哈哈哈哈 倒肉笨蛋 慢慢倒 要均匀的淋在拔米饭 硬上 这四番炒 炒香炒的一粒一粒 很漂亮很香 炒薯条味 放勺关节粉 一勺味精 放勺鸡粉 少使糖 炒均匀 黑发肉生菜 这四番炒 大火关炒 炒烂炒姜 炒的越烂越浪越少 哈哈哈哈哈哈哈 菜肠的时候都是有 我们想要最明天 味道很香 炒够够是 吃过 香喷的天呃 炒饭做好了